警消火爆新北瑞芳警分局地下室窜出大火 新北社后分队和第六大队全副武装支援现场 但前方忙着救火 后头却有便当店老板 十万火急送便当到消防队 就怕打火弟兄饿肚子 没想到竟然是恶作局场 会啊 今天把这些便当都做起来了 消防队这些 他根本就今天就没有订便当 然后会造成他们那边 不好意思他们就收下来 10号晚上7点半 便当店老板身穿雨衣盯着大雨 进到新北市消防第六大队值班台 要消防员签售一大袋便当 鱈鱼排骨饭综合根 五分便当一碗汤总共580元 电话还留098787287 疑似恶搞不雅谐音 打电话也是空号 队员只好默默认赔 多付一份晚餐钱 在年底的时候就案件比较多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 大家在很忙的状态下 也不需要去麻烦到民众 也要浪费这样子一个支援 新北六大队9号 辽民锦销处理瓦斯气爆 惨遭玻璃炸伤 支援瑞芳火警 却遇上疑似民众恶作剧 希望大家体恤锦销辛苦 不要获胜加油 记者王志文 陆雨昕 这份报道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来等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